今天是情人节 女孩带着礼物偷偷来到男友家 准备给她一个惊喜 可搜避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也没发现半个人影 此时男友突然出现 用纸尿裤将女孩迷晕 一小时后 女孩在未记的厂房苏醒 她捡起一根最物种化遗产 用来防身 却发现自己怎么也无法冲破 制作牢笼 另一面 总统秘书无人爱刚刚到家 被发现有人准备了情人节惊喜 看来自己还是有人爱的 黑衣人缓缓起身 她说 曾经有个叫马英龙的人托我杀你 我没有同意 等我知道真相才追回莫及 人间最痛苦的是莫过于此 如今上天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你说三个字 去死吧 无人爱给自己倒了杯涂光伞 随后开始了自白 非常感谢你成长为以待杀人魔 在你的辉煌战机下 基因检测法案很快便会通过 我们国家将迎来其所未有的安全 25年前 马英龙通过局部基因检测 获得了诺贝尔的提名 我从他那里拿到了第一批检测名单 随后创建了OZ组织 我派遣大量特工 从太二时期便监测你们的一举一动 再由专家分析你们的所有行为 为了创建一个没有犯罪的世界 很多无辜的人因此牺牲 25年后 已变成了永多恶魔的国民英雄 如果此时大家知道 你才是杀人狂魔 舆论会更加猛烈 法案通过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 巴林明白了 总统秘书将自己卷养成为怪物 杀死了无数个鲜活生命 只是为了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 他愤怒地掐住吴女士的脖子 掏出手枪 信不信我让你脑洞大开 吴仁爱很激动 你打死我吧 反正我也没人爱 国民之子杀死总统秘书 法案通过就指日可待了 此时一脸懵登的钢太误打误撞 闯入了豪宅 背后的鞋柜上 摆放的是OZ组织的合影 钢太很惊讶 他没想到 这些面孔是如此的熟悉 好多已经渗透到了警方高层内部 而房间里 宿院那里的勋章 哥哥刚烈的项链 死纸的遗物都在抽屉之中 钢太拉开门 没人爱已经被五花炸倒 巴林还是选择了放下杀戮 以传统的方式 让恶人得到拥有的惩罚 厂房里 饿了一天的宿院 终于等来了救星 巴林的姑妈匆匆改来 她说是为了安全 巴林才让你关了起来 她去自首了 真相马上就会公之于众 另一面 钢太终于接到警方的电话 正巴林已被确认为 连环杀人真凶 想着俩人过往的点点滴滴 钢太仰天长笑 雨夜 巴林驾车走在自首的路上 此时宿院横刀立马 挡在了车前 巴林明白 宿院是来报杀奶之仇的 可她不能死在宿院手里 她不能害了自己最爱的女人